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和我们的同事乔莎在一起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关于H1B工作签证申请的一些话题 尤其是怎样顺利取得H1B批准 乔莎我听说最近H1B的抽签 现在有一些新的变化 所以明年H1B抽签有可能大家能够增加抽到的机会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人好不容易抽到H1B 但是没有能够顺利批准申请 因为各种原因被拒了 有的人收到RFE 比如说问到关于他是否职位是否符合要求等等这方面 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办理的这样的案例 对,这个申请的受益人是一位会计 在一家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按理来说会计职位是在劳工部的网站上明确要求是需要本科以及本科学位以上的学历 按照移民法的规定是属于专业职位的 这位受益人所从事的会计工作 包括比如整理票据 核对账目 保持记录等等 移民局于是抓住了这一点 提出这个申请里涉及的职位不是会计 而是记账员bookkeeper这个职位 为什么呢?他就说而bookkeeper这个职位在劳工部的网站上所要求的学历 只需要专科学历就能够胜任 因此不符合移民法对于专业职位的要求 最初收到这个RFE notice以后呢 这位客户非常的担心 因为客户认为移民局所提出的质疑并没有错 这些职责呢确实是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所以认为这个申请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与此同时呢 如果申请被拒的话 会为客户他后续的身份问题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受益人在收到这个notice以后就非常的焦虑 然后呢我们律所的律师通过对移民法 和劳工部职位数据库的仔细分析和研究呢 成功的找到了突破口 首先我们发现根据美国劳工部 对这两个职位具体的职责的要求 会计这个职位的职责 几乎涵盖了所有记账员bookkeeper的职责 于是在给移民局的回复中呢 我们就指出会计需要做所有记账员所做的工作职责 但是会计除了要承担记账员所有职责以外呢 还需要运用本科以及本科学历以上所获得的专业知识 从事更加复杂和专业的会计工作 因此不能因为申请的工作职责中包含有bookkeeper的工作职责 而否定了他所承担的更加复杂专业的会计职责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列出了申请人的其他职责 并将他们跟申请人所学过的会计的硕士学位的课程联系在一起 然后证明这些职责需要本科以及本科学位以上才能够完成 然后在回复以后呢申请就得到了顺利的批准 好的谢谢介绍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做H1B工作的当然有很多呢是IT计算机领域的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像刚才讲到乔莎介绍的 比如说有的人做的是会计 或者呢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简单的工作 比如收发呀出纳呀前台呀等等像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尤其对于比较小一点规模的公司 那一个人呢可能会要么说身兼述职 或者说呢他的这个职责包括不同领域的内容 比如说有的人学的商科 他做的是这个销售 或者呢也包括有一些这个运营啊管理啊等等这样的内容 像前面讲到有的人做的会计工作 但是也可能还包括有这个计账出纳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像这样呢也是比较多的 包括有一些人呢做的计算机的工作 但是呢这个公司要么比较小 或者他的专业啊本来不是学计算机专业 所以呢我们看到移民局有的时候呢会要求申请人啊 包括个人和公司提供更多的证据表明啊这个职位是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职位 个人的背景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 这个不仅仅是H1B 比如包括PORM绿卡有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提供更多材料信息的情况 像我们前面讲到H1B抽签抽到不容易 抽到以后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顺利批准 所以呢不管你是办理第一个H1B的申请 还是后续的延期或者转换雇主 或者有其他的这方面的疑问 或者要提前做准备可以联系我们 好的谢谢 谢谢